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分享的是这款餐垫的勾置方法 它也可以当做一个小的茶袭来使用 这款餐垫在针法上比较简单 但是每一行的针法都有一些变化 需要我们勾置时格外留心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这款餐垫使用的是1.8毫米的线和4毫米的针 先来环形起针 用手抓住线的一端 拿起另一端围绕湿指和中指绕线 一圈 第二圈到这里停下来,用无名指固定 拿起勾针,从第一根线下穿入 勾住第二根线,掏出来 转一圈 接着绕线,穿过线圈 环形起针完成后 把线圈调整一下大小 下面勾置第一圈 先在环内勾置六个短针 插入勾针,绕线勾出 绕线穿过两个线圈,短针完成 接着勾置这样的五个 全部六个短针完成后,拉紧线圈 找到第一个短针上方的两根线 从下方穿入 绕线勾出 接着呢,穿过后面的这条线 完成引拔 下面勾置第二圈 先锁两针 然后我们在第一个引拔针位置 再勾置未完成的长针 绕线 穿入针目 绕线勾出 绕线 穿过两个线圈 这是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再继续勾置两个 好,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结束后绕线 一次穿过所有线圈 现在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枣形针 接着锁四针 我们在下一个枕目位置 再勾置一个枣形针 我们要勾置四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接着绕线 以此穿过 然后锁四针 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在每一个针目上 都完成一个四个长针的枣形针 再锁四针 一共完成这样的六组 六组画样完成后 我们来到第一个枣形针 我们来到第一个长针 找到第一个长针 在他上方的这个两根线下 插入钩针 在他上方的这个两根线下 进行引拔 下面勾织第二圈 第二圈我们先来勾织一个引拔针 插入这个线圈 绕线勾出 穿过后面的这个线圈 引拔针完成后 锁两针 然后在线圈内勾织两个长针 接着绕线 穿过两个线圈 这是一个完整的长针 再勾织一个 然后锁两针 在同一个线圈内 再勾织三个长针 然后锁一针 在下一个线圈内 勾织三个长针 锁两针 同一线圈内 再勾织三个长针 锁一针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在后面的每一个孔内 重复这部分的针法 再完成这样的四组 第三圈结束后 我们找到起立针的第二个锁针位置 插入勾针进行引拔 下面勾织第四圈 先来勾织三个引拔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结束后锁两针 然后在这个线圈内勾织两个长针 锁两针 同一孔内 再勾织三个长针 接着我们来到下面这个孔 这是一个小孔 在这个小孔内 我们勾织一个长针 接着锁三针 同一个孔内 再勾织一个长针 我们来到下一个这个大孔内 勾织三个长针 锁两针 同一孔内 再勾织三个长针 来到这个小孔内 勾织一个长针 锁三针 回到小孔 再勾织一个长针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重复 这部分的针法了 再勾织这样的四次 第四圈完成后 找到起立针的第二个锁针 进行引拔 接着再勾织三个引拔针 然后锁两针 在这个孔内勾织两个长针 锁两针 同一孔内 再勾织三个长针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这个孔内 在这个孔内 我们要勾织六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六个长针完成后 我们来到这个孔内 接着勾织三个长针 锁三针 同一孔内 再勾织三个长针 下一个 下一个孔内 还是六个长针 那么接下来就是重复 这一段的针法 再完成四组 下面勾织第六圈 还是先勾织三个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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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锁两针 在第一个孔内 勾织两个长针 然后锁三针 同一孔内 再勾织三个长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控三针 在第四个针目 实际上也是这六个长针的第一个针目上 继续勾织长针 然后锁一针 在下一针目上 勾织长针 锁一针 一直勾织到第六个针目上 第六个针目上的长针呢 不用再勾织索针 我们直接来到下一个孔内 勾织三个长针 然后勾织三个锁针 同一孔内 再勾织三个长针 然后来到六个长针处的第一针目上 勾织长针 锁一针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重复这一段的针法就可以了 要注意的是在这一列上 勾织时这一行 中间要勾织三个锁针 前几行都是两个锁针 要特别注意一下 下面呢 下面呢勾织第七行 还是先来勾织三个引拔针 完成后锁两针 在这个孔内勾织中间勾织三个针 在这个孔内勾织两个长针 接着还是锁两针 上一行是锁三针 现在是锁两针 同一孔内再勾织三个长针 接着还是锁两针 还在这个孔内 我们再勾织三个长针 完成后 接着从后面控四针 一二三四 在这一针的左侧孔内 我们勾织一个短针 接着锁四针 然后在左侧的下一孔内 再勾织短针 再锁四针 同样的针法 短针 锁四针 短针 锁四针 最后勾织一个短针 那么我们来到这个孔内 先勾织三个长针 两锁针 然后再勾织三个长针 再锁两针 同一位置再勾织三个长针 然后我们控四个针目 在第四个针目的左侧孔内 勾织短针 锁四针 短针 锁四针 接着短针 后面是重复这一节的针法 再完成四次 下面勾织短针 下面勾织第八拳 还是勾织三个引拔针 然后锁两针 在这个孔内勾织两个长针 然后锁两针 同一孔内再勾织三个长针 完成后呢 我们锁一针 来到下一个孔内 勾织三个长针 锁两针 锁两针 同一孔内再勾织三个长针 完成后 我们直接来到刚才的那个 四个锁针的小环内 来到第一个小环内 勾织一个短针 然后锁四针 在第二个环内 再勾织短针 锁四针 同样勾织短针 然后锁四针 最后一个小环内 勾织一个短针 那么接着又来到这个角落 我们接着呢 在第一个孔内 勾织三个长针 锁两针 同一孔内再勾织三个长针 然后锁一针来到下一个孔内 继织重复刚才的针法 然后来到四个小环 在第一个小环上勾织一个短针 锁四针 继续短针 接下来呢 我们是重复这一节的针法 再勾织四组 接着勾织第九圈 还是勾织三个引拔针 然后锁两针 在孔内勾织两个长针 锁两针 锁两针 同一孔内再勾织三个长针 完成后 我们接着来到后面的这个小孔内 勾织一个长针 然后锁三针 然后锁三针 同一孔内再勾织一个长针 接下来在下一孔内勾织三个长针 锁两针 同一孔内再勾织三个长针 接着呢 我们来到中间的这三个小环上 在第一个小环上勾织短针 然后锁四针 在第二个小环上勾织短针 再锁四针 在第三个小环上勾织短针 那么接着呢 就来到下一个孔内 其实就是从开始 到这个位置的重复 我们把开始的第一个起立针 换成长针就可以了 那么重复这一节的编织 完成第九行 现在开始勾织第十圈 还是先勾织三个引拔针 接着锁两针 在这个孔内呢 在这个孔内呢勾织两个长针 接着锁三针 同一个孔内勾织四个长针 这里呢是不对称的 前面是三个长针 这个起立针也算作一个长针 后面是四个长针 接着我们控三针 在第四个针目 也就是这个长针上方 勾织一个长针 然后在这个左侧的大孔内 勾织三个长针 锁三针 同一个孔内 再勾织三个长针 在左侧的这个长针上方 我们再勾织一个长针 在后面的这个孔内 勾织四个长针 锁三针 同一孔内 再勾织三个长针 我们看啊 这是同一个花瓣 它的两端是对称的 开头是三个长针 结尾处也是三个长针 接着我们来到后面的两个小红处 然后在第一个环上勾织短针 锁四针 接着在第二个环上勾织短针 那么接下来我们勾织第二个花瓣 方法是一样的 把起立针换成长针就可以了 接着勾织第十一圈 也是最后一圈 首先呢 勾织两个锁针 接着在后面的两个针目上各勾织一个长针 完成后 我们在后面的这个孔内勾织六个长针 六个长针完成后 在接下来的三个长针上各勾织一个长针 完成后呢 我们控两针 在第三个针目上 开始呢 依次勾织三个长针 一 二 三 在后面的孔内再次勾织六个长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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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往后 MERCEUS Punkte 告白枝 再次勾织三个 Hold 然后再次勾织三根 再次勾织三个长针 完成后 控两分钟 在第三个长针上 以此勾织三根长针 再次勾织三根长针 在左侧接的孔内并行到六根长针 Noah 然后在后面的三个针目上各勾置一个长针 完成后我们在下边的这个孔内 也就是这个位置再勾置一个长针 接着在中间的这个小环上勾置一个短针 这样一个花瓣就勾置完成了 我们来勾置第二个花瓣 跟它的针法一样 首先在这个位置这个孔内勾置一个长针 然后依次勾置三个长针 中间孔内勾置六个长针 那么剩下的针目与之前的针法完全一样 我们重复勾置就可以了 这个是这样的针法 那么 voor你这个针法 就是这个针法 那么在针法 为什么呢? 蜘蛛金 就好那边是针法 就好那边是针法 鑄装拐 构织到最后 我们还是在这个孔内完成最后一个长针 到这里时呢 把线拉长 剪断 接着拿针把线收起来 我们从这个起立针的第二个针目上方 把针插入 然后从刚才最后一个针目的后半针插入针 这样我们引发完成后是没有痕迹的 接下来呢就把线隐藏起来 这款餐店现在已经勾置完成了 看上去呢还有一些皱皱的感觉 等放置两天以后它就会变得平展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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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